哈喽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看过前段时间热播的二十不获吧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四个即将面临毕业 踏入社会的女大学生 所面临的事业上的考验 以及生活感情方面的故事 当这部剧一开播就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 而且故事的情节也跟很多即将毕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们 所经历的困境差不多 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 另外这部剧里的每一位主演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每个人的人物性格也都不同 当这部剧开播没多久后 就迎来了一部叫做《三十而已》的都市剧 这部跟二十不获不一样 主要是围有着处于三十岁的三位女性 在三十岁的时候面临的感情以及事业方面的问题 只不过在三十而已当中的剧情 能够更吸引观众的共鸣与感慨 毕竟每个人虽然都会拥有二十岁的美好时光 但肯定会经历三十岁之后的世界 而这个时候跟刚踏入社会里的年轻人们也不一样 因为他们除了要照顾自己的生活之外 更要肩负起照顾家庭以及孩子的重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部热播剧都是出自于《柠檬影夜》 最近有消息说 《柠檬影夜》的官博也晒出了接下来的制片计划 从而我们看到了《四十正好》这部剧就在其中 虽然说没有任何有关这部剧的消息 但从居民上就不难看出 这部剧主要是围绕着四十岁女性能够而展开的故事 也是向观众传递一个信息 那就是女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毕竟四十岁突破界限方能够随心探索 很多人都觉得四十正祸但四十正好 面对《柠檬影夜》已经对这部剧有打算了 而观众们也纷纷表示出自己心目中 最适合出演四十岁女人的演员 其中换身最高的还是袁拳 说起袁拳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了 出道多年塑造了非常多的角色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在《我的前半生》里 袁拳的坚强以及大方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 另外也有观众非常看好刘敏涛 出道多年的刘敏涛并不算太火 但却在今年凭借着一首歌曲成功出圈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刘敏涛的演技 放在娱乐圈算上是数一数二的佼佼者 不管是伪装者里的明镜也好 还是狼牙榜中的竞飞也罢 刘敏涛用精镇的演技诠释出一个又一个真实的角色 以而我们感受处于四十岁女性的独特魅力 不知道你们是否期待这部剧呢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